你见过为了变美把脖子拉长的女人吗 为了展现美 不惜把脖子的占比拉长到身体的一半 而且这种变美的方式非常残忍 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下来 为什么这类女人还要接受这种变美的方式呢 泰国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很多人喜欢到泰国旅游 是由于它悠闲的风土人情 同时也因为泰国人大部分都热情好客 大清世界无其不有 在泰国的北部有着那么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族群 他们跟普通人一样有着正常的五官和四肢 但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有着比普通人看着长几倍的脖子 他们就是长净族人 有人好奇 为什么长净族女人要为自己套上那么多铜圈呢 下面就来探究一下这个神秘的民族背后隐藏的秘密 长净族来自于缅甸 最开始它不叫长净族 而叫喀伦族 喀伦族是一个人口比较少的民族 现在世界上也就仅存200人左右 人口稀少的喀伦族本来一直生活在缅甸的小山林里 自己耕正与世隔绝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由于弱肉强食的外界族群斗争 喀伦族被外面的少数民族打压攻击 为了逃避战争 喀伦族被迫迁徙到泰国北部于缅甸的交界的山林里安家落户 之后就开始身居简出 虽然喀伦族被迫迁徙 但骨子里仍然保留着自身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而女人在脖子上戴上钢圈 就是喀伦族千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传统风俗 这也是常敬族名字的由来 因为他们是逃亡过来的难民 泰国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个部落 但是泰国发现这种常敬族奇特的装饰物 能够吸引好奇的欧洲游客 于是泰国在难民营设立了一个参观点 每天大约有200号人 因为好奇心来到常敬族部落 就算常敬族所在的难民营很远 而且要缴纳大约2500泰铢 游客还是络绎不绝 所以常敬族能够暂时性的被泰国接纳 而作为常敬族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却还要被泰国当局拿走一半 甚至在很久以前 泰国为了捞走更多的油水 强行带常敬族的妇女去展览 仿佛一个奴隶一般 精心打扮不是给自己看的 而是为了让游客满意 让观看展览的人开心 而且价格还很低廉 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 游客的热情只是一时的 常敬族女人的命运 却从没被真正关心过 有人可能会疑惑 族里的女人脖子 是不是天生就比较长的 其实不然 她们跟普通人一样 有着正常的脖子 只是由于长期受到钢圈的压迫 让她们肩骨下陷 而造成一种视觉上的长脖子 在女孩五岁的时候 就要在晋级四肢套上 铜圈戴上一公斤的铜环 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女孩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推拿按摩之后 由于精通此道的人 在她脖子上缠上铜圈 铜线截面直径可达1.5厘米 此后的几个月里 女孩要一直戴着那些铜圈 静带脖子发生变化 等脖子适应了这些铜圈后 就要把它们换成更紧的铜像圈 而且要多加上几只 长镜族女人最多可以戴 25只铜像圈 重量在5公斤到10公斤之间 这些黄铜的重量将锁骨向下挤压至胸墙 借助锁骨的支撑来拉长脖子 每个长镜族女人的长脖子 都是由锁骨变形造成的 直到女孩长到青春期 身体完全定型为止 10岁开始 每年在镜上多加一个 一直到25岁为止 这里最长的脖子达到了70厘米 当地的风俗认为 佩戴铜圈会给女人带来美丽 铜圈越多 脖子越长的女人就越美 所以她们由5岁开始 这些环只能往上贴 不能往下拿 终生都要佩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只取下后面的竖环 而其他环不取下来 即使在洗澡睡觉的时候 铜圈不仅戴在脖子上 还会戴在腿上和胳膊上 在长镜族看来 被铜圈包裹着的进步 是丈夫都看不得的绝对劲底 洗澡时通常会叫上几个好姐妹 一起用祖传草药泡水搓洗 一般都是用稻草缠成绳状 从铜环的空隙处 塞入另一头拉出 类似于拉锯一般的清洗 最苦的是在贴热的时候 铜圈热得烫人 这时候他们只有到河水里泡一泡 才能给铜圈降降温 假如不这样做 即使天气凉快下来 被阳光烤热的铜圈 人会把一阵一阵热浪传到全身 既然这么痛苦 那为什么长净族女人 要为自己套上铜圈 这是被压迫的还是自愿的呢 在长净族中 他们认为女子的脖子越长就越美 有人认为在长净族的潜意识里 脖子越长就能让自己更像长净龙 长净龙有着很长的脖子 而这种龙一直以来都被长净族 视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因此长净族女人会崇拜成为 这样一种神一般的存在 另一些人则说 这些怪异的装扮是为了吓跑 在森林里转来转去饥饿的老虎 还有人说长净族男人 是故意把他们妻子的脖子弄长的 为的是不让他们被敌对部族掳走 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种装术是男权主义思想遗留下来的 不过多数人都认为 这种说法不对 如今长净族生活在母系社会中 没有人再去探究这种习俗的由来 因为人们已经主要把这看成美丽与财富的象征 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 长净族人继续在小女孩 年晚五岁时开始为他们戴上同项圈 然而还有另外的说法 据说以前居民惹怒了神灵 就派了老虎来吃女人 因此他们决定 所有女孩都佩戴同镜环以自卫 而现在大部分人会认为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财产 不被抢夺的一种方式 一直以来长净族整个族群都是以林木为主 他们不问世事生活悠闲 也从不参与外界种族战争 但是外界却总想把这个族群的资源占为己有 而经常对其发动侵略战争 在男人们出去迎战期间 长净族女人就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套在脖子上 以便出逃时方便携带 于是这个风俗就被流传开来 尽管历史学家和民宿学家 对于长净女缠绕同圈这一席族的来源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人们已达成共识 长净女延续不绝的原因是金钱 自十余年前因战乱逃离到泰国后 他们虽然是非法移民 却因为独具魅力的旅游价值 而得以在泰国立足 日子比其他部族难民好过得多 长净女郎经营各种纪念品 他们完全靠了游业生存 如果说玉带皇冠必成其重 长净族的同圈犹如沉重的枷锁 向全世界展示着他们的美 而这种美是残酷的 长净族的存在和他们套在脖子上的同圈一样 一出生就没有选择 长净族女人一生都要带着同圈生活 但也会有脱掉同圈的特殊情况 那就是结婚 生子和去世的时候 即便三个时间段可以取下同圈 但由于长期受到同圈压迫 让本来力量弱小的脖子变得更加柔弱 因此想要脱下同圈 就需要有人帮忙拖住头部才能得以完成 但是同圈并不能长久取下 不一会儿就要再次套上 因为长净族的女人还需要依靠 同圈的力量来支撑头部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长净族人 头部会不由自主地向前亲 而且在取下同圈的过程中 必须扶住脖子一点点地拆下来 不然脖子很可能会受伤 而且疼痛感不亚于生孩子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后都会非常的心疼他们 为了生活他们套上沉重的枷锁 向世界展示着残酷的美 就算是前往太国旅游的游客 也没有办法感同身手 甚至带着奇怪害怕的眼光去看他们 可对于长净族而言 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已经足够了 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族人 也保持着带同项圈的习俗 不过带项圈的也只有年纪大的人 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延续这个 对女性来说有点摧残的习俗了 如果有机会去泰国长净族部落 你会想试一试他们的项圈吗 你们是如何看待这种习俗的呢 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与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吧